大家好,现在是2020年6月10号的早晨 那么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6月9号A股的表现 虽然昨天A股这边我们看到绝大部分个股都是下跌的 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至少目前我们并不认为A股短线已经见顶 这一点我们从上证指数15分钟图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目前在15分钟图上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盘整形态 另外昨天A股的下跌还有两点我们需要留意 第一是昨天在下跌过程中 市场并没有像星期三那样出现明显的获利盘被挤出的情况 其次昨天护生两时的量能虽然离万亿水平不远 但还是跌破了万亿的位置 那么这一点是我们在今天以及下周需要去留意的地方 也就是市场的量能是不是可以再次恢复到万亿水平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认为今天上午A股的上行大概率依然会在3270点附近预阻 关键是今天预阻之后会回落到什么位置 那么这里我们做一个假设 假如我就是操盘者的话 那么我应该会让指数去碰一下下方3190点 因为这样的话容易让市场挤出更多的获利盘 而这对于大盘在盘准之后再次尝试进攻会有帮助 操作上我们认为现在依然可以逢低做多 只是操作方向我们建议从单一的对新能源电动车这些族群的关注 改为对于新能源电动车以及传统基建里面营收出现实质性增长的公司 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随着各大上市公司中报育增大目的拉开 中报育增题材会是资金后面另一个比较明确的关注方向 那么这就是这期节目我们今天晚上再见 谢谢